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是2019年3月11号 现在是上午11点 我是信强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在今天的13届全国人大24会议记者会上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等相关人士 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回答了记者提问 怎么叫进入创新国家 可能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界定 或者讲一个定义 今年在科技部召开的年度科技工作会上 我们对创新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定性的描述 那么按照创新国家的标准 应该说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要走在世界前列 当然我们现在讲到进入创新国家 我们还是有短板的 比如说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 特别是零到一的 颠覆性的技术和基础理论 基础基本的研究方法的探索 我们现在还有不足 这是我们需要补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的创新的生态 科研的生态 还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等相关人士 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回答了记者提问 其中提到我国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 也讲到了一些短板 创新型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加快创新 还需要在哪些重点领域发力 来进入今天的两会财经快评 来连线刘哥 一起来听一听本时段的快评 刘先生好 时间交给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评论的题目是 科技创新提速需要开辟新战场 我想给大家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13.5% 这个数字是表达的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要实现2020年 我们成为创新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今后的两年时间里面 我们的研发的投入的增长 应该达到13.5% 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按照我们13.5的规划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研发投入赞到GDP的比 应该达到2.5%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一个 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具体的 一个数字的标志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 这个指标我们今年 我们2018年完成了多少呢 2.18% 那么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了11.6% 应该说增长速的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呢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 2.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0.32个百分点需要增加 那么我计算了一下 实现2.5%的话呢 那么要达到43.5% 就是这个数字的意思 所以呢看呢 这个数字要实现呢 其实任务还是蛮难的 其实这个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要是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我们需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那么现在这个新战场呢 显然就是科创版 那么今天上午呢 科技部部长呢也提到了科创版 那么他认为呢 科创版和传统的股市呢 对于企业的衡量标准呢 应该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应该更多的考察 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它的创新能力 而不是说像以往呢 我们对于生产型企业的话呢 更多的是考察它的 比如说固定资产啊 比如说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啊 等等这样 但是对于一个创新型的一个 正在发展当中 起步阶段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来说 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啊 所以呢我们要让科创版呢 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新的战场 我觉得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啊 第一个呢要让社会资金 成为科技创新的新燃料啊 那么以往呢 我们的科技创新的来源呢 更多是政府或者国有企业 但是现在呢 社会资金可以通过科创版这个轨道呢 进入到科技创新的领域里面 那么在更多的社会资金 既承担一定的风险 同时呢又能分享科技创新的红利啊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要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真正主体 那么以往呢 更多的创新主体呢不是企业 但是现在呢 如果我们企业的话呢 能够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拿到钱 而不仅仅是在科研成功以后 才能卖到钱 那么缩短这个时间差 对于科技创新也非常的重要 第三条呢 就是要让市场成为科技创新的指挥棒 那么以前呢 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目标 是由政府或者是相关的专家制定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应该实现 让市场来决定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创新研究的方向 或者呢 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 开辟一个新的 一个一个新的产业等等这样呢 这样的一些指标呢 让市场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 我们科创板能否担当这样的重任呢 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评论就是这些 好 谢谢刘仙儿的分析和点评 谢谢 昨天上午 深海永世号载人潜水器 完成为期四个月 在印度洋试验性应用科考任务 返回三亚码头 科考船在去年11月10号 前往西南印度洋 历时121天航行17000多海里 深海永世号在高海矿 海底地质环境复杂的西南印度洋 和中印度洋热夜区 多次下潜收获了一批科学研究的一手素材 在这一行次 中国在人生前期 深海永世号的科学考察 覆盖了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洋 共下潜62次 并创造了中国在人生前 单月下潜25次的新记录 来自中外的31名科学家和媒体记者 参加了下潜 每个潜自的平均水中时间9小时15分钟 平均海底作业时间6小时13分钟 这一行次共完成了五个热夜区 及两个异常区的深海水下实地勘查 收集了一批高质量高分辨率的海底影像资料 在海底发现了多处新喷口 采集了大量高温烟囱样品 为深入研究 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 生命演化和适应机制 以及生态环境效应 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和样品 我们航行里程是17000多海里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航次 绕地球大约三分之二 在这么长的航次里头 我们所遇到的挑战 不光是航程里程常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和海邦厄里的 西南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来做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 本航次采用高密度的下潜作业模式 进行了多次夜晚布放 夜晚回收等作业 充分验证潜水器的性能和团队保障能力 这套设备实际上是 第一台国产的布放设备 那么在这个西南印度洋这次的高频次的 这种下潜 然后对我们的设备一种考验吧 我觉得是 然后也让我们发觉设备中的不足 那么对于我们后续产品的持续改进 然后还有就是有新的方向 那是一个积累了很大的经验 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官网的消息 2019年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飞机 发生坠机空难 这是继去年10月29号 印尼失航空难事故之后 波音737-8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鉴于两起空难均为新交付不久的 波音737-8飞机 且均发生在起飞阶段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 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 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 3月11号9点 民航局发出通知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 在2019年3月11号18点前 暂停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民航局将联系美国联邦航空局 和波音公司 在确认具备有效保障 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以后 通知各运输航空公司 恢复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10号晚间波音公司表示 将推迟原计划 在美国当地时间13号举行的 首架777X宽体客机的亮相仪式 777X是波音777的最新改进版 波音公司方面说 将在不久的将来 再寻找机会与大家一起 庆祝这架新飞机的诞生 目前公司将主要支持 挨航空难的后续工作 当地时间的10号上午 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客机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坠毁 客机上149名乘客 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8名中国乘客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与埃塞政府 埃塞航空取得联系 保持密切沟通并做好后续工作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当天发表声明说 失事的ET302航班客机 机型为波音737 于当地时间8点38分 从埃塞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起飞 计划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币 客机起飞后不久 于8点44分左右 在距首都约45公里的 比尚夫图附近坠毁 24小时飞行雷达网的数据显示 客机起飞后 曾经有突然下降的迹象 随后又有拉升 之后消失在雷达中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了对遇难者家属的深切慰问 另据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官方社交账号发布的信息 公司首席执行官 已抵达客机失事现场 当天下午 埃塞航空就事故最新情况 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公司介绍称 这些遇难者中 包括32名肯尼亚人 18名加拿大人 9名埃塞人 8名中国人和8名美国人等 目前公司已分别在 亚地斯亚贝巴和肯尼亚首都 内罗币两地设立了应急办事处 全力安抚遇难者家属 另据介绍 失事飞机机长 名叫亚瑞德·毛利杰他 自2017年11月开始 成为波音737的机长 是一名飞行8000小时以上的资深飞行员 自加入埃塞航空以来 保持着优秀的飞行记录 通过调取机场控制塔通话记录后发现 机长在起飞不久 曾发现问题 也向地面申请返航并获得批准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 其中二月份 人民币贷款增加8858亿元 同比多增465亿元 另外2019年前两个月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31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1.05万亿元 其中二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030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4,847亿元 今年春季贵州省以春赏花作为主题 推出了涵盖民族风情 红色文化 飞移体验等多项旅游主题 总共41条游玩线路 并将陆续举办300多项文旅活动 以丰富旅游市场 从单纯的赏花游 向度假 生态 户外等多形式旅游转变 贵州通过旅游转型升级 取得了良好